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到美楼Everywhere 这个环节 阿天,上一集我们就介绍过余景湾的发展潜历 你还说带我们来看楼 是呀,我们今天就来看卫柱单边 1379尺的两房单位 一看这个景就立刻被吸引 这里还要是向东南 面向200彎和300彎的海景 一纜无位 还有这个单位 载用超过4米的落地玻璃窗 景观宽阔和开阳 采光度非常充足 见到开积都挺好 间隔方正实用 环厅设计 傢俬容易摆位 厨房就采用开放式间隔 增加空间感 同时有道厨房拖门 在厨房准备中送菜时 可以继续欣赏海景 不单止这样 如果亲戚朋友上来时 在厨房准备完红酒 添加水果 打开到烫门 就可以继续招呼客人 随时又可以进厨房 倒酒喝都得 多么方便 不如我带你去睡房 挺特别的 好像这个睡房 采用子母房的设计 很适合刚刚生完BB的家庭 在主人房里面 还有空间可以放在BB床 你知道妈妈刚刚生完之后 一定是要多些休息 但休息之余 也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的宝贝 是令人放心很多的 是的 还有这个半套餐的设计 到BB大了之后 又可以留下自己的空间 一举两得 所以设计上也挺有心思的 主人房还有双边窗设计 令海景更加开阔 陶瓷也设有按摩浴缸 放工回来 都可以随时放松一下 这个单位 有开阔海景之余 开积又实用 加上屋卷入口 轮近攀山电梯 大约搭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直达刚才你所说的的 即使站、巴士站和商场 无论是交通还是救费 都非常方便 都是的 但如果有些家 家庭成员人数不是那么多 又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不如这样 我们下集再讲一下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住like这条片 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之后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要follow 我们的facebook page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